10月份的时候苹果更新了iPad Pro系列 换上了M2处理器 这台机器不论是长相 显示屏 外放 反正一切的一切 除了处理器换成了M2 其他都和上一代是一模一样 这种更新我们一般称作挤牙膏 所以对它我们也没有什么能介绍的 只能简单测测性能 让它成为我们SoC PK排行榜的新王了 但为啥我一直也没做这个视频呢 是因为我觉得iPad Pro 2021的M1处理器 对于iPad这种产品来说已经相当强大了 一时半会儿我也没想到 M2的升级到底能给iPad带来什么 除了跑分 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场景真的看得见它们的性能差距 直到上个月 BMD终于放出了iPad版的达芬奇Studio 可能它这有点有武之地了 好 我们首先来跑一些基准测试 在Geekbench 5当中 M2的iPad Pro跑出了意料之中的成绩 3.48GHz的频率带来了和A16几乎一样的单核成绩 多和8508分的成绩 比起上一代带来了18%的性能提升幅度 反正这个提升幅度相比较A12Z到M1来说 实在是相当有限 毕竟这也就是超个频嘛 GPU部分的提升倒是不小 幅度基本上就和A14-A15一样 GFX成绩提升了33% 提升幅度还可以 3DMark里面也延续着相近的性能提升幅度 OK 毫无疑问 M2的iPad Pro刷新了我们移动设备的SoC PK排行榜 但这个不测我也知道 唯一的问题是 如果没出iPad版达分子器 这个性能提升基本上你也就只能当个数字了 你很难用得出来 除非你打开原神 没错 如果你把原神的画质拉满 渲染精度也开到最高 就连M2的iPad Pro也一样跑不完60帧 M1就更不用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它运行的分辨率居然高达2224×1668 而且11寸的M1 iPad Air和iPad Pro也是这个分辨率 这什么概念啊? 总像素数接近2560×1440分辨率下 如果是PC最高画质 3060的平均帧也就106帧 当然PC和移动端还是有一些画质差异 但这个分辨率你压力就别想小了 因此我们把渲染精度调成了和A12Z机型最高精度一样的1428P 来跑一下高画质的测试 来方便我们对比这三代的最强iPad处理器 其实前半段大家都能跑到60帧 但是后半段其实各有各的降频 其实M1的这个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这台M1的iPad是iPad Air 首先11寸的机身散热就显然不如12.9寸 其次Air的散热也不如同尺寸的Pro 提现到实际情况就是12.9寸的两台机器都能稳定跑到13-14W 而Air 5的散热就只能跑到9W左右 如果都是12.9的iPad Pro的话 M1在这个画质应该也是能稳定在60帧的 至于天天喊要把M系列处理器放上手机的人 咱先不说这玩儿封装大小手机放的放不下 这封值20多瓦的功耗你这手也是真不能要了 那么如果让这些iPad跑手机分辨率原神会怎么样呢? 那我们把渲染精度调低也就是分辨率大约是996P 结果就是即使是A12Z也能全程60帧 这个压力对他们来说就真的没劲了 那么我们也试了一下M2的iPad Pro跑120帧的原神表现 毕竟这是唯一官方支持120帧原神的平台 中话之下 M2 iPad Pro可以稳定跑120帧 跑3分钟左右 然后就因为降频就跑不动了 所以说120帧原神什么时候上PC呀 米哈游 我的4090啊 然后我们也跑了一下省电模式的性能 Geekbench 5里 省电模式的M1就已经接近A12Z的性能了 M2甚至在省电模式下 多核性能都比A16的满血状态高 那么Geekbench里面 M1的省电模式接近4GPU的A15 M2的省电模式接近满血的A15和A16 提前在原神的特势里就是低精度下轻轻松松跑满60帧 但中精度下因为1428P分辨率压力还是太高了 那我们60帧就是个奢望了 原神这个结果就是告诉你 除非你把M2 Max塞进平板 否则不管你苹果怎么更新 我米哈游都能彻底给你吃干净 我原神还是那个原神啊 但是我觉得花这个价钱买12.9寸的iPad Pro 打原神多少还是奢侈了点 所以还是来看看当iPad现在终于有了一点生产力的情况下 他们之间的差距吧 那为了方便各位清楚的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性能水准 我找来了三组参赛选手 第一组是平板组 包括这台M2的12.9寸iPad Pro M1的iPad Air A12Z的12.9寸iPad Pro 以及A12X的11寸iPad Pro 除了这些大哥级平板以外 我们也加入了A15的iPad mini 6和A14的iPad 2022 而且我还吃628元巨资 购买了Studio版本的达芬奇 来发挥这些平板的性能 第二组是笔记本组 包括M2的MacBook Air 以及M1的MacBook Pro 以及一台6900HS加3050的幻十三 和一个M1 Max的大哥MacBook Pro 16寸 第三组就是台式机组 这个只是个参照相对比较离谱了 那我们找来了M1 Ultra处理器加128GB内存的MacStudio i9-13900K加4090 还有64GB DDR5内存的台式机 还有我自己平常用来打字办公写文案的RTX4080亮机卡 64GB DDR4内存 搭配超频到5.6GHz的i5-13600K的台式机 那我就不信M2的iPad Pro能战胜这三只怪兽 测试项目是我们后期军作的一段短片 全是A7S3Pi的高马率4K素材 加上一大堆Fusion特效 它可能把个人对于苹果的情绪都抒发进这个短片了 但看到这个负载呢 你不觉得这项目很酷吗 总之测试开始了 在导出测试里 平板组没有任何悬念 M2的iPad Pro 12.9拿下了冠军 对了 我这台是2T的 所以内存有16G 凭借大内存加强力GPU 它跑出了比M1强一大级的成绩 但让我意外的是 这个项目居然在A12Z的iPad Pro上也成功导出了 你要知道A12Z这台机器只有6G内存 而且它还不支持内存Swap 也就是虚拟内存 这就意味着 它用仅有的6G物理内存就渲染出了这个变态的短片 那我来给你看看 在64G内存加24G显存的PC上 导出这个片子会用掉多少内存多少显存 答案是超过40G内存 超过16G显存 然后这样的片子 居然能在一台6G内存的平板上渲染出来 关键是渲染出来的片子也没有任何问题 我只觉得不科学 那是不是意味着iPad版的达芬奇有神秘加成呢? 要想知道iPad是不是有神秘加成 我们就得来看看和它两同样芯片的Mac到底谁更快 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啊 同样的芯片 散热明显更弱的iPad却明显快于同芯片的Mac 我只能说iPad上的达芬奇应该是做了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底层优化 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底层已经重写过了 总之答案很明确了 同样性能的处理器 iPad版的达芬奇导出速度确实比Mac快不少 但是M2的iPad Pro和其他笔记本乃至台式机相比又有着怎样的水平呢? 幻十三这个机子显然是过于弱了一点 这可看比HRZ一样的渲染时间我觉得还是抬走吧 64级内存的M1 Max MacBook Pro 16寸虽然还是比它快不少 但是和硬件的性能差距比起来 我觉得M2 iPad Pro的表现依然很离谱 当然这三台台式机依然是大哥 它们仨的内存容量都快赶上低配版iPad Pro的硬盘容量了 这不是欺负人吗? 导出的结果来看 iPad版达芬奇的性能的确离谱 那么预览性能又如何呢? 比较意外的是 iPad Pro M2的时间线预览流畅度 已经很接近我4080的半工PC了 我把几台机器的预览实时情况附在屏幕上 你可以再仔细看看 iPad的表现我是真的有点吃惊 M2 iPad Pro作为一个单独的产品来说 它的处理性能独树一致 迷你LED显示屏外放都拉满 但一直以来 iPad Pro令我担心的从来都不是这些 我们都知道iPad Pro是非常优秀的平板 但再快的86也还是86啊 M2的iPad Pro再快 M1的MacBook Air也能给它刷系统 对吧 移动系统所带来的孱弱的文件管理 大型生产力软件的缺失 空有一身肌肉却无法施展 这个才是iPad Pro这两年所面临的困境 M2的iPad Pro毫无疑问非常强大 但即使是强大 我依然也不能说它能带来多大程度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 当然iPad Pro版达芬奇在我看来算是一个转折点 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全功能的专业软件能够登录到iPad平台 只有软件不拖后腿 iPad Pro才能真正Pro的起来 而这个在我看来才是iPad的未来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 点赞键来个素质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